哈喽,麦哥听姐好介绍,大家下午好哦 哇,今天终于等到4月1号了 我们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们都可以回到我们新山Malaysian 你自己的国家来了 我们今天就是要带你们来看的就是在我身后 这一间在Bukki Indah,没有错 我们今天也在Bukki Indah Bukki Indah一间Jalan19的一间双层牌楼 OK,这一边在哪里呢?这边地点非常好哦 这边走路一个8分钟左右 你就可以去到巴士站,巴士CW巴士 也可以走路,OK,再走久一点点 不要啦,我们驾车啦 驾车3分钟可以到Copidiam,银行都可以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间,其实它马路 我这样子看其实还蛮宽敞的啦 左边停一辆,右边停一辆 中间都还可以有很宽敞的这个道路来做这个通行 今天看的这一间非常超值 在Bukki Indah,OK 一间走路就可以到巴士站的双层牌屋 20x70卖多少钱? 529千,哇! 5字头就可以找到Bukki Indah的双层牌屋 真的是非常好康介绍的 有在线上的朋友来来来 帮我们分享出去分享出去 因为今天4月1号关卡宽 关卡开,我们可以帮助一些在找这Bukki Indah一带屋子的朋友们 可以帮他找到一间他的Brims House 这一间可以做到零头期 OK,零头期只需要准备一个20千左右 你就可以买到这一间屋子了 所以可以讲是对一些不想要出太多钱买屋子的朋友来讲 非常合适 20x70的车房停两两车 绝对绝对没有问题 如果是讲你把这个店把他敲开来放到旁边去的话 这样子你的车房会更宽敞 OK,不过就算没有敲 你这样子这边一辆 这边一辆 两辆车这一个物款是没有问题的 房间的话是有四家一间房三个厕所 然后我们这个区500多千的双层牌屋 没有保安围里 没有保安围里 可是是永久地区 方向非常好 是向北边的 OK,向北的 坐南朝北 来来来进来看 哇,向北的屋子就是不一样 天气这么热 我一进来就感觉到非常的凉爽 而且这边的话 来进来看一下客厅的格局 它的格局可以讲 老实讲比较特别一点点 比较特别一点格局 有四家一间房 OK,四家一间房 这边你可以拿来放你的电视机 电视柜 我们可以把这个TV console坐在这边 然后你的沙发就可以放在这个方向 看到吗 旁边它比较特别 它是双存牌屋 可是旁边它是有空地 OK,旁边这个空地大概是有三尺 两三尺的一个空地 不大的空地 双存牌屋有空地 非常特别的 这个格局 然后也有光线 因为这边有一个sign door 所以旁边采光很好 房子里面也不会觉得很暗 非常的明亮 哈喽,在线上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来看这间 Bukit Inda 529千就可以买到了一间双存牌屋 而且的话格局也不错 四家一间房的 我们看到我们客厅的空间 再来带你去看饭厅的格局 OK,它的楼梯没有在旁边 这样子对着大门口吱吱的 所以如果你这边 要放神明的话 这边起一个pattention 给你的神明 有一个靠墙的地方的话 这边是可以放我们的 这个祭拜神明的 OK,Jenny说看起来很亮 没有错 因为这间Bukit Inda 卖的很超值的屋子 它旁边有一个地 还多了一个sign door 所以屋子很亮 也非常凉爽 做南朝北的 来我们看 我们的这个饭厅的area 你可以把它规划在这边 OK 客厅跟饭厅都可以 做区隔开来 OK,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再来我们的饭厅后面这边 它有两个地方 都是后面有空间的 这边的话 你可以拿来放什么 可以拿来晒衣服 或者可以把洗衣机 放在这一个后面的空地 OK,这个有一个小小的空地 再来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楼下的房间 四家一间房 三间厕所 楼下 是有一家一房的 就是这一间是嘉义的房间 这一间房间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镜头里面 它这边是有摆了一个 单人床在这边 OK,单人床的这个床架 如果你把它放成双人床 OK,双人床的话 就要让它整个双人床靠墙了 旁边就摆一个小衣桌 这样子可是就比较窄 OK,比较窄 走路的空间就会少了 可是是摆的进去的 再来这间楼下的长辈房是有窗户的 比较亮 OK,长辈房是有窗户的 蛮亮的 来,进来的朋友 瓜併併 你又来了 还有Kim Hockland 也在找着 Bookie Indah屋子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用非常少的钱 找到零头七的屋子 这一间就是零头七的 只需要准备 我们的 绿石飞应花 所以大概是20千左右 就可以买到一间 在Bookie Indah的双层排物了 而且也非常宽敞 四家一间房三间厕所 像北的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干厨房的空间 你可以看到干厨房这边 你可以要自己做一点装修 做一个美美的壁橱在这边 然后变冰箱可以摆在这边 我们这一间是属于基本装修单位 所以买到来 自己可以再买一点家具摆设 或者做一点小装修 可是不需要去做那些扩建敲墙的东西了的 因为你看 这边他还有一个空间给你来做这个 吃厨房在这一边的 ok 后面这边是已经是做好了的 你可以把你的大炒的灶头坐在这边 平时有炒菜的话 灶头可以坐在这边 然后抽油烟机应该不需要吧 直接放个抽风机在旁边 比较省钱一点做法啦 放抽风机在这边 这边做大炒就可以了的 再来我们后面后面还有一个 我看后面还有一个两扯 两扯左右的空地 ok这个空地你不要想着拿来做什么东西 ok两扯左右做不了什么东西 他就是一个小空地 可能你可以放一点小杂物 ok 麦哥说什么 麦哥说如果要更大的话 可以把这个墙敲掉 ok把它围上去 也可以看大家的预算 想要预算多一点就把它加着两扯地出去 预算不多的话就不需要了 对因为隔壁邻居有做围上来 来我们来看楼下的这个房间 这个是我们嘉义的房间 你可以拿来做什么 ok我们讲我们应该这里不需要女用房 ok拿来做我们的储藏室 放一些你平时买多的柴米油盐 扫把一些东西拉拉扎扎 就跟他丢在这边 ok这个是我们楼下 store room 再来这里是我们楼下的 这个大家共用的这个浴室厕所 在这边 Janice问 估价多少 哎好问题 这边的话 屋主卖529千 银行估价是可以去到580千到600千的 所以听姐讲 这一间是可以做到零头期的 只需要准备少少的律师费 印花税大概是一个20千左右 你就可以拥有一间 在Pukki Inda走路 就可以去到巴士站的双层排雾 这边地点真的是非常好 在Pukki Inda 19路 开车三分钟可以去到 三四个大型的国际町 东南啊 福生海鲜楼啊 63茶餐室啊 Nitinize Pima 我们的这个顺莎伯特 And Bang Moonlight 都是在开车三分钟的地点而已哦 非常好哦 我们先来到二楼看一下哈 二楼的话 它是有三个房间 两个厕所的 这边有一个 嗯 小厅 真的是小厅 不大 OK 真的小的小厅 你可以拿来做吗 可能可以拿来放一个书桌 给小朋友在那边读书啊 OK 都可以在这边的 我们去看房间哈 房间的话都属于中 size 不会太小的哈 中型 放双人床再放衣橱 肯定没有问题的 而且很亮哦 这间屋子很明亮哈 座南朝北的这边 永久地气来的 OK 我们看一下这边哈 你也看一下condition 这一间基本上来讲 它虽然比较原装 可是照顾到还蛮不错的 导养到很不错哈 OK 这些冷气是留下来的 装修不多 可是condition还不错 想要找来哈 自助投资的朋友都非常适合 哈啰 哈啰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这两位都是常常有来支持我们的 非常感谢 感谢 常常来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可以帮我们分享出去 这一间是我们第二间房间了 OK 这间房间 我看一下跟隔壁的大小差不多 OK 差不多到大小 一样 双人床 肯定没有问题的 双人床 倒下来 再做一个衣橱在那边 OK 空间非常够 然后我们一间房间都是有窗户的 所以你都可以进来感觉到我们一间房都很明亮 进来这间屋子也感觉很亮非常舒服的哈 然后我们楼上的两间房是share厕所的 这间是我们共用的一间 楼上的厕所 有进来朋友 哈啰 今天我们带你来看 来自这间是在Bukki Inna 19路的双层牌物 只要529千可以零头7就买到的一间双层牌物 真的是非常的超值 在Bukki Inna花 5字头5007千而已 529千零头7 这边没有保安威力 我们现在来到是在我们主人房 OK 听姐已经走到了最后的主人房了 给你看一下主人房的空间 看一下ceiling 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一个condition 比较圆装 可是照顾到还蛮不错的 这边你放一个 我看一下 床放在这边 衣橱可能规划放在那边 梳妆台可能要放在这边都可以的 刚刚好够用 如果你是找着 要找4个房才够住 OK 可是又不想买到500多600千 600多千 会感觉负担很重的话 这一间 OK 在Bukki Inna只需要500出千 529千 你就可以买到给家里了一间 4房 4加1间房的双层牌物了 而且是零头7 OK 资料如果不错的话 只要出20千左右就可以买到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主人房的厕所 OK 主人房的厕所 照顾到还蛮干净的 中中的尺寸 没有太大 中中的尺寸 就是普通牌物的尺寸 然后壁砖也是美美的 都还不错 粉粉的壁砖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阳台 这个物款还有一个小阳台 一个后问多大 这间双层牌物是20×70的 20×70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后面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空地 这个他旁边 他只是在我们这个屋子路边 这边不久罢了 OK 所以如果你朋友有车来的话 旁边老实讲 还有一个小空间可以给你停着的 这一间是在 Bukit Indoor 19 20×70 20×70 不是18×65 20×70卖你529间 真的是卖着18×65的价钱 非常非常的超值 4加1间房 3个厕所 OK 它是比较原装 可是照顾到蛮好的 坐南朝北永久地气 没有保安威力 听清楚 我们这个区是没有保安威力的 物龄是在15年 15年左右的物龄 OK 然后我们这一间的话 地点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这边走路 走路走一个8分钟 OK 要有一点角力 走路8分钟 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巴士站 要到巴士去CW的话都可以 如果是开车的话就很快 开车3分钟就可以到巴士站了 要去这个咖啡店买东西 理发店 199 Speedmark Moonlight 银行都是开车3分钟 4分钟你就可以上到去 Second Line Highway的Entry 只是4分钟的车程 就在旁边罢了 一上一个转过去 就是到Aion的那个 直接上Highway的路口了 OK 而这边 如果你要去 CIQ的话也不远 OK 因为这边的话 我们转出去旁边 就有一条路没有红青灯的Highway 直接可以下到去CIQ 18分钟左右 我们可以下到去新山 City Square CIQ那边 所以在找这物质的朋友 如果是讲 你找这的是在Bukki Inda 20x70 可是平时看到都是500多 600钱的话 这一间19路的非常适合你 很超值 只要20千零头七 就可以买到了哈 这样我们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到这边了 如果你也是在新加坡 刚刚回来的朋友 或者是身边有一些 在新加坡一直买不到屋子的朋友 现在关卡可以回来 你可以把这个Live分享出去给他 因为这间真的是非常超值 这样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 拜拜